錯就錯 好,首先的話呢 改了哪些地方 所有的超連結有沒有 裡面哪些地方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找的話 他一定是找到了 那只會有一個 不用再往下找 所以這邊的話呢 需要怎麼樣 我們如果找到了 那位置我需要讓他怎麼樣 不能又從頭找 因為如果從頭找的話 還會找到一樣的位置 必須怎麼樣呢 把那個位置再加一 叫他從這邊開始再往後找 你就前面的不要找 這個做吧 有點像那個以前 查那個關鍵字 就關鍵字 以前我寫過那個全文檢索 那全文檢索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文章裡面 有出現多少次 你要把它反白起來 然後讓人家看起來知道 或者幫他找到說 到底找了多少 這個文章 或者一個office的文件裡面 有多少 是不是你要找的東西啦 反正他會自己幫你找 那所以呢 必須要跟他往後 那往後的話呢 多了幾個東西 第一個 i star 1 初始值為1 一字就是從頭找 那這個i star 指的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要找的 從哪個位置找 那他第一次一定會從1開始 i star 2 指的是什麼 也是一樣 第二個 是要找的位置 好 那底下你會發現 多一個什麼 do while 加一個loop 不過這個東西 也是一個回圈 它的回圈的概念 跟fullness不太一樣 fullness的是從哪一個到哪一個 有一個什麼範圍 但是 do while 不是範圍 是當什麼狀況 發生 所以後面的話 有個什麼 當in three 不等於零 所謂不等於零 就是說 他當什麼時候 會等於零呢 就是當他找不到的時候 他in three 會一直找到 找到 找到會告訴你在哪個位置 但是如果沒找到 他就返還給你 零 零表是什麼 沒有了 所以 就是說 你要do while do while 是很白話的 什麼狀況下才做 就是 當他不是零 就是有找到的時候 那找什麼 從 假設這個是第一個字 找什麼 找C1 如果C1有找到的話 那就怎麼樣 那就幫我找 那當然C1一定第一次 i star一定是從這邊找 然後呢 F1加一個i star2 對不對 那一樣去串接 不過串接的地方 跟上面有點不太一樣 多一個sand sn 什麼意思呢 串接 串接的意思就是 s 這個好像前面也講過 sn 就是自己本身 後面的東西 那預設值s是沒有了 所以他串接第一次 那後面加一個什麼 這個好像有講過 chr 就是多一個換行 不然的話他串在一起 多一個換行 這個超連結 換行 然後換下一個 換行再換下一個 好 那可是往下找 你不能 i star的話 它原來是1嘛 所以必須把F1加1之後 然後呢 i star2等於F2加1之後 再把它回頭 他就會去找 找找看 有沒有還找到了 就往下再做 再找到 所以他會一直往下找 這個很 這個東西我以前寫過全文檢索 所以我對這個還蠻熟的 你知道嗎 我以前為了要寫這一段陳世馬 我可能一個晚上都沒睡覺 就在想說這個到底怎麼寫 真的 回想起來 也是想很久 不過現在感覺起來好像神經氣爽 寫得好像 就沒有那麼的痛苦了 不過剛開始 為了要寫這個東西 不過剛開始一定寫得很複雜 因為以前剛開始沒有 不是以前好像會比較磚 磚瘡尖吧 就會覺得好像 是不是要少一個加一個 然後在那邊 然後就會翻書 看一下這個作者怎麼講的 看一下那個作者怎麼講的 每個作者講的都不一樣 兩個為什麼不溝通好 在出書 每個都寫不一樣 同樣的東西還寫兩種 所以 頭痛死了 就為了這樣子 可能好幾個晚上都睡不好覺 就會把這東西寫好 後來整理出來 如果以後 你要 把這東西寫上去 還好會有照相 OK 所以有的時候 當調不要緊張 當調是應該的啦 剛剛好而已 所以 以後人家說 為什麼我的電腦會當機 我的電腦會壞掉 其實電腦壞掉是正常的 所以你一定要準備 像 你要問我說 電腦買一台比較好 所以現在cost down太厲害了 很容易就壞掉 所以你不如 不要買太好的 你就買兩台 不是 你就把另外一台的錢 就是留下來 然後呢 等到那一台壞掉 趕快去買一台 不過我是 投資比較多啦 我都會 多買幾台 壞掉算了 丟著了 另外一台 馬上就ready了 手機也一樣 我都不要買最好的 就買那個CP值最高的 壞掉了 趕快換一台 馬上又ready了 不然的話 很多人手機 電腦壞掉 哇 生不如死 痛苦得要命 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 我一派輕鬆 換一支就好了 像這一支 你知道嗎 上次就是 喜歡潛水嘛 然後我就是想說 買個手機套 防水套 我想說還蠻好的 本來是拿舊手機試 結果舊手機都沒事 後來想說 拿一支新手機 下水看看 一下水 就看到水進去 然後趕快把它 欸 怪怪的 把它撈起來 來不及了 泡水了 那怎麼辦呢 趕快就 上網去看一下 怎麼把它拆解 那這個整個把它全部 大卸八塊 全部拆光 然後全部擦了 酒精什麼 但是 還是 還是一樣 所以最好 後來就趕快在 網路上再買一支 就馬上就有了 弄上去就好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還是要有心理準備 好 那這裡的話 我們改哪些地方 所以按部就班 我們也不要急著 那寫程式最怕就是急躁 你就是知道說 該改哪一些 那你可以怎麼樣 就是用一種很輕鬆的 很享受的心情 然後慢慢的去理解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把上面的東西 複製下來 然後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 我們就初始值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在這邊 加一個那個 i star 那這個i star 名稱的話呢 是我自己取的 不見得要叫i star 1 等於初始值 然後呢 就把它 最好copy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不要copy完沒有改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這邊做一個什麼 do file do file 大小顯沒差 do file 什麼情況呢 就是 把後面這個 去找什麼 找instreet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instreet 這個 找第一個就好 以第一個當基準 把它摳過來 這邊加一個空白 然後呢 從i star開始 這邊加一個豆點 enter兩下 loop 它也是結構的 do file loop 跟for next 兩個是相等的 do file 什麼條件 那條件的話 是不等於0 所以你要找 找不到 這個就是什麼呢 當 do while while 是當什麼條件 當找不到的時候 do file instreet 不 不等於0 是找到了 等於0才是找不到 當找到了 就往下 那什麼呢 把這兩 這三行怎麼樣 搬到中間來 有沒有 搬到中間 並且怎麼樣呢 把它們按tap鍵 就是這三個有沒有 我習慣是縮排一下 按tap 然後再怎麼樣呢 再給什麼呢 i star 1 這邊 因為 它第一個參數是從哪個位置找 那因為上面不管開頭 因為只會找一次 那下面的話會有第一次 也可能有第二次 所以這邊的話會有第一次 第二次 所以這邊的話呢 記得多一個i star 然後 還有一個do file 這個敘述 然後還有什麼 後面還要再加1 所以再把這兩個 怎麼樣呢 最後呢 再把它 加1 這個 然後把f1 加1 這個是f2 加1 好 還有這邊 串接有沒有 這個s 最後的話呢 因為我們要串接 所以最後才輸出 當什麼時候輸出呢 當最後的結果出來才輸出 那這個時候都幹嘛 把它放在s裡面 好 所以這個s是一個變數 暫時存放 暫時存放我們找到的東西 先放在s裡面 然後再and 好 ok 這樣都串接了 串接 最後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and 因為要換行嘛 所以chr 詞 就是換行的那個return 多一個那個enter的那個 抓一個那個enter在後面 就串接串接 串接最後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把s拿過去 就輸出了 好應該沒有寫錯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然後 ok 所以網路上有人說 嗯 老師的教法 在大陸的 老師教法很到位 為什麼到很少有老師可以邊講 還可以邊寫程式 還可以談笑風聲 這 對 我說這 要至少20年功力才有辦法 所以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把它寫完 應該都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你們可能還不夠熟悉 那最好是回家之後 懂了之後回頭再想想看 然後因為我沒有足行註解 所以如果你不熟的同學 建議你足行註解 哪一個 哪一行做什麼 哪一行做什麼 你不熟悉沒關係 可以註解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先縮小一下好了 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就按F 那個F8 足行來看 好然後 它這個地方會先抓到位置 欸 為什麼都是1呢 裡面是不是打錯 從 In3裡面 找一下 然後 輸出 欸 OK 大概是先這樣 那 該不會又 要再一次吧 這個C1跟D1 這個 你要自己先加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沒有 它會找不到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就是 這兩個 剛剛沒有加 因為可能我重新啟動 第二個是說 如果 如果你用那個 因為我剛剛有把那個 這個 重新再做過 把它貼在這邊 那特別注意喔 你在用Do-Fire的時候 跟Loop 這個時候 建議先射中斷 建議不要 就直接執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後面那個條件呢 它一直 一直是怎麼樣 它一直會跑不出來的話 那有可能怎麼樣 它有可能會跑到無窮迴圈的 所以喔 這邊的話呢 建議就是說 你跑之前 建議是 在這邊射中斷點 然後再開始跑 那跑 比如說我今天要需要 把這邊的結果通常跑出來 這邊切割字串 把它刪掉一下 好 那比如說我跑 那建議不要一次喔 就直接執行 直接執行 要不就是按Loop 8 要不就是執行射中斷點 那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這個In3裡面呢 是不是有找到 有145 那我剛剛是因為喔 這個地方沒加這個 沒加這個 所以要一直找 都一直找什麼 都從頭開始 又找不到 找不到就沒有東西出來 OK 所以確定一下 所以無窮迴圈 這個無窮迴圈喔 非常的容易造成蕩期喔 所以它一直跑不出來 像我剛剛就可能有蕩掉 然後抓到這一個 最後輸出 它如果再找 第二次找 它會往後面 因為I star往後 146 146找找看有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的話 它就跳離圍圈了 有沒有Loop 跳開了 那會做什麼呢 把剛剛抓到那個字串 輸出到這個 輸出 I的B欄 我看一下I 沒有 因為我兩個檔案 是輸出到這裡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這個 因為它可能是復原的 好 這邊這個 輸出對不對 輸出之後的話 再繼續往下跑 NAS 然後再往下 這個時候當然也是一個 兩個 這邊有兩個字串 如果兩個它就切兩個 那像這邊 也是一樣 所以它會一直往下跑 那這邊我想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那我就中段點拿掉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放開 它就如脫漿野馬 整個就全部幫你跑完了 試試看好了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 所以裡面呢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 有沒有像這個都兩個以上的 超連結 有沒有 就兩個通通幫你把它疊在一起 可以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我說這個 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這個實在難度太高了 請各位參考 如果有興趣同學的話 可以回去再慢慢思考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它可以做到什麼效果 就是說 你還可以配合開啟某個檔案 去找某個工作表裡面 有沒有某些關鍵字出現 如果有的話 你可以看 你要是把它做格式上的設定也好 或者是說呢 去算次數也好 或者是說 再把它搬到另外一地方也 因為有時候 你可能需要 這麼多的檔案裡面的 其中某部分的資料 它在哪些檔案 你看它一個人把它打開之後 再去找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類似 像這樣的功能的話 它就可以全部幫你找到 都幫你搬到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那這樣不就會更方便了嗎 OK好 這裡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這一段 在雲端上面 那後面剩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們等一下還是回到我們這個 文字遊戲這個範例題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心 感谢观看